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都是以一种习俗和仪式的东西来呈现 就是说这篇小说的文化的含量非常足 那么其实这也是作者要描写的 也是他们过去插队的经历的那些农村的生活 本来是作为知青生活的一种背景 现在你看这些农民的习俗被作为重要的东西来肯定 作为重要的东西来呈现 那么他们成为文化 成为具有仪式性的 具有符号性的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文化 所以故事的主角这个丙仔就是一个白痴 所以他看到整个部落的活动 那么就显得非常的怪当 那么这篇小说也可以看到 是对所谓国民裂根性的预言式的一种批判 也可以看到这篇小说确实它运用了很多这种象征的 隐喻的 比喻的 那么这些的一种手法 可以看到这个小说里边是流荡着一种麻木和疯狂 一边是麻木 一边是疯狂 确实有一种张力存在 那么我们会说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一个时期确实有一个时期的潮流 你在这个潮流中 这种作品会备受关注 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 会成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某种标志性的作品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 就这些观念 这些把这种文化做得这么充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评价这些作品 我们怎么去看它 怎么去看它 文学对生活 对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描写 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 不同的方式 我们确实很难说 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只能说哪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会特别渴望 特别需要一种方式 特别渴望和特别需要 这本身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种变异 意味着创新 意味着用哈罗德布鲁姆来说 意味着陌生化 是吧 因为文学的所谓的创新 布鲁姆给它的定义是陌生化 我们只有看到那种陌生化的东西 才有冲击力 那么它才构成文学 变异和创新的另外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所以寻根文学 虽然大家会说 确实在这个时期 在一种观念的引导下 展开了一种创作 它有很强的观念性 一方面呼应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另一方面回到我们中国本位的民族文化 那么同时呢 它试图以一种非常活跃的 充分的 丰富的这种文化的 辅马的方式来表现 那么 人的生存状态 人的心理 人的性格 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被这些符号所投射 被这些观念 所重新解释过的 像比较起来 正义的远春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符号性 没有那么多象征隐喻 没有那么多观念的东西 所以大家看看在什么意义上 去理解和评价这些作品 这是韩少公 韩少公现在海南担任文联的主席 是一个政局级 政厅级的干部 那么这里谈一下阿诚的齐王 在座的看过齐王吗 我相信都看过吧 都看过 哪一位同学能谈一下 对齐王的看法吗 哪一位 我今天就叫了 夜赛 没来 来了没有 夜赛 有没有 有吗 来了没有 没来吗 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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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过 那就回去看 没看过 就回去看 林湘丹 哪位同学 朴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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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韩国同学吗 朝鲜卓 没来吗 你看今天我们没来的概率这么高 我点三个 又两个没来 马小飞 来了没有 也没来 来了 也没看过 一点到都说没看过 陈海伦 也没看过 你看有两个没来 那么三个没看过 何方竹 你看的喜欢不是书上写的 那是我的问题 那没关系 那以你看的为准 你说一下 台湾的作家写的 台湾的作家写的 那没关系 那是另外的 这个阿诚看过没有 没有看过 好那行 那我们换一个同学 杜佳 杜佳 也没看过 张点 那正好 这个给你 然后我就记得里面那个人好像叫小卵 我就不明白他为我们教这个名字 什么 哦 脚卵 我明白 不明白这个 还有呢 然后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如此大专益之类的 这个名字哈 是 有一点 但是那个象征太不雅了 还有呢 或者你说这篇小说给你最深的印象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吃蛇肉的那种 啊 吃蛇肉 你是觉得是蛇肉好吃 还是说他写的 写的非常的丰富 就是觉得到 当时那个 用汁比较碎的时候 然后就是 对吃蛇肉的那种 开门 那你能体会到吗 不能 因为 因为你们这一代都是 吃不下饭啊 是吧 就吃得太饱了 你觉得这个 写那种 吃的那种贪婪 但是那种贪婪 它跟 那个绿化树中 这个张永宁的 那种饥饿还是很不一样 对不对 是吧 你或者说能比较一下 这有什么差异 我没看过绿化树 那你们不行 你们作品 你们作品一定要去读 这个 那怎么 这学期没读绿化树吗 哦 那个 好 那你觉得 齐王里边 你觉得这部作品 你认为 它最主要的表达了什么 你认为 是觉得 他讲齐王下齐 是谈了下齐 还是谈一种生活态度 还是反映了 知情生活的 哪一些特点 我觉得是 就是在今天生活中 然后下齐应该是 这个 齐王的一个精神支柱 你觉得 就是最重要的 他写出 他是玩一生的 把下齐 作为他的精神支柱 那么 他为什么要靠下齐 来作为精神支柱 你觉得他背后 想说有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 他并没有就此打住 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 有什么想法 或者旁边哪位同学 还有什么别的不同的看法 有吗 好 你有看法是吧 好 这位同学有看法 话筒 第前面 就是我觉得 我是前不久看着齐王 所以可能印象 记忆会比较鲜活一点 就是我觉得我看是 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 一点就是 上面的那个王一生 就是我觉得他背后 就是那些齐王背后 是一种文化 就是他很多时候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他在火车上 一开始他们相识的时候 就是齐王他又一直想要下棋 然后 然后他特别的描写到一点 就是说 就是当时的知青天线 就是都忙乱终 就是当时 刚上车以后 大家都没有心情 但是他一个人 就是想要拉着坐着下棋 然后我觉得那些上面 对于齐王的 就好几次描写到他们吃 然后我记得就是说 当时来了盒饭以后 就说 就是说他以疯狂的速度吃 就是王一生吃饭的速度特别快 而且一会儿就那个饭 整个盒饭就吃完了 而且当时就是 只要他发现 有一粒饭掉下来 他就马上把它 按在手指里面 就塞到嘴里面去 就是那样一个饥饿的状态 而且就是 就是总是处于吃不饱的那种状态 但是他并不停留在表层上 就这种饥饿 一种物质的匮乏 他很快又写到 希望就王一生就投入到下棋里面 而且甚至于他在下棋里 他就忘记了他的那个饥饿 然后第二个就是 后来王一生 就是不远千里的 他们是在两个队嘛 来找他 来看他 然后就在他们队认识的角栏 他们俩就一起战棋 而且因为战棋 王一生就在他们最出名 因为他们都觉得王一生 角栏倒是在他们眼里面 已经为家庭的原因 他们觉得已经是一个下棋高手 能够战胜他的人 就觉得王一生很想起 然后后来 王一生就是去参加这个 就是洗手大赛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报上名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整个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作者也讽刺了 就是像角栏之类的 就是王一生当时很看不上角栏的做法 是因为当时角栏其实是给王一生提供了那样一个机会 可以去参加的 但是王一生认为角栏把他父亲传给他传家的那个棋盘 作为一个抵押 送给那个是乡镇是什么书记还是 就是一个官 他觉得他无法 就是无法 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做法 因为其实王一 你看王一生其实他是一个知识 就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 就是好像小学毕业以后 然后就家里没有钱在供养他 但是在他整个的家庭描述中 就对他影响最大 就是他母亲在临死前 就是用他省吃点用的 攒下来的东西 为他磨了一副棋盘 然后王一生就是 然后他他学期是跟一个捡垃圾的一个老头 但是那个老头就是 让人觉得就像老庄里面那种 那种人不可貌相的那种人 其实肚子里面深藏不露的那种人就教了他那样一副绝招 所以在整个故事的过程中都贯穿着一种 就是我觉得是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文化 就是那种老庄的那种不与世真 然后那种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去徜徉自得的那种感觉 就是王一生在他下棋的世界里面找到了他的定位 虽然就是在其他的方面 可能学识 还有在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 他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 他找不到他自己的人生定位 但是在其他世界里面 他是那里的主人 他可以把握住他的女生 好 好 弹得很好 好 你在麦克风里先 好 大家为了鼓掌 好 那么两位同学都弹得不错 其实刚才那位同学也弹得不错 虽然他是暑假看的 他是刚刚看的 暑假看的记忆稍微模糊一点 但是他谈到那个是关于痴 确实这个痴是这部小说 两位同学都抓住这部小说的要点 就痴是这部小说最鲜明的特色 那么他当时这部小说写作的动机 我的书里面不知道 我也都忘了有没有写 就是他是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算羊肉 那么李陀家里经常开饭局 我那会儿也去过李陀家里吃饭 就是李陀那里总是有四面八方 莫名其妙的人到他家里去 来的就吃饭 他很好爽 他是这个少数民族 好像是厄伦春族还是什么族 不是 是那个想什么 达沃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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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很好爽 那么他们就吃那个蒜羊肉 吃蒜羊肉 吃到这个乐火朝天 然后就谈到吃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人 对吃都有非常极端的记忆 所以那位同学说 他对吃太难理解 都是吃蛇的描写的那么贪婪 给你们很深的印象 那么像我们这一辈的人呢 就是对吃呢 有一种非常非常这样一个吃相很不好 所以你们呢千万不要请我吃饭 我很怕你们吃饭 因为我担心我这个吃相不好 会给你们留下这个 为什么呢 我直到这个四五岁 我在我们那条街上就被传为笑话 怎么传为笑话呢 每到吃饭的时候 我可能五六岁吧 也可能五六岁 四五岁五六岁 就把那个饭证 南方市那个饭证 我就摁住了 就不准我父母亲吃饭 就必须要我吃 我就自己装了一碗饭 吃吃吃吃 三口两口就把那一碗饭吃完了 吃完了再装第二碗 哇吃吃吃 然后两口就吃完了 再装第三碗 现在可以了 现在我父母亲 他们再去打开饭证 再来吃了 为什么 饿坏 就生怕这个没饭吃 所以我一直到这个 我插队的时候 一顿饭要吃一斤米 一斤米不是一斤饭 我到上大学的时候 那么一顿饭要吃八大两 吃八大两 读硕士的时候 我还吃六大两 到读博士的时候 我还吃半斤 那么当然说自古英雄 都是饭桶 是吧 但是饭桶不一定是英雄 饭桶不一定是英雄 就是我们这辈子呢 就是对吃呢 是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 所以我现在是不敢吃的 就是说 我老婆跟我结婚二十年 就是没看到哪一顿 我吃不下饭 发高烧三十九度五 还能吃五个包子 就说这个实在是非常奇怪 就说完全就是说 就是那种饥饿 你们很难理解 就是我们插队的时候呢 就是说到了 叫做收刀啊 就是那个全部填割完了之后 那天呢 有一个会餐 第二天中午了 就有一个大的会餐 但会餐就是杀一条猪 煮一大波的肉 然后打那个翅膀 男朋友打那个翅膀 那么从开始割稻子 一般双抢都要三个礼拜 是吧 从开始割稻子的那天起 就在议论这一顿饭 就是说哎呀 就把谁家的猪杀了 把谁家的猪肉好吃 然后这个打翅膀 就开始议论 大家想一想 每天支持你割稻子 那个挑回家的那种力量 就是那一顿饭 你们现在很难想象 因为你们都吃得很饱 是吧 这个吃的每顿饭 都是父母亲从小 就是要你们吃 多吃 是吧 生怕你们不吃 然后呢 我们就 等到那头一天 就要开始饿肚子了 大家都知道 就第二天要吃 现在知道 第二天就大会餐了 那么头一天晚上 大家都不吃饭了 有的从第二天 头一天的早晨 就开始不吃饭 当然有些人呢 其实呢 他也失策 但知道饿过头了 你根本就不想吃了 对不对 是吧 太饿了 你吃进去就要出事了 那个 当然有一些细节 都太难听了 我不好意思 给你们描述这课档上 下来我也给你们描述 很多这种细节和丑态 我爸爸 吴大利亚 我爸爸 我爸妈妈给你带走 这种子 我爸妈妈 那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